Joe甚至只用了25秒的一通電話 就甩了太熱絲 也很快再次令結新歡 Kamella Bell 在下一張專輯又出現 Better Than Revenge 直白表示Kamella就是一個婊子 硬是懟了兩個人回去 不管在哪個地方 情歌一直是最受歡迎的題材 雖然常見 但要寫出一首好的情歌 也是非常不容易 但如果你問我 誰最會寫情歌呢 我的答案永遠都會有 Taylor Swift這個名字 從14歲就出道了他 他在這幾年也是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 更是與許多同樣是知名的演員 歌手交往過 雖然多數都沒有修成正果 但這些苦澀的經歷 也成為他創作的養分 最近Taylor Swift決定重新 錄製他先前因為版權問題的 前六張專輯 趁著這次機會 就讓我來帶大家回顧 那些年泰勒斯寫給前男友的歌曲吧 首先是第一首 收入在2008年泰勒斯的 第二張專輯 Fearless中的 Forever and Always Forever and Always 是寫給強納斯兄弟中的二弟 Jo Jonas 看到這個名字就知道 這位JoJo也是位黃金紳士 而Jo Jonas算是泰勒斯 生涯第一個同樣也是明星的男朋友 兩人是在2008年7月左右在一起 並在10月的時候分手 最後Jo甚至只用了25秒的一通電話 就甩了泰勒斯 也很快再次令吉的新歡 Kamella Bell 在分手的立刻 泰勒斯就寫下這首歌曲 而同樣也是音樂人的Jo Jonas 聽到馬上也有一首Much better的影集 歌詞裡提到 我已經和那位大明星玩完了 在吉他上的所有眼淚 對我來說根本沒差 而這邊提到吉他上的所有眼淚 正好對應了 泰勒斯之前的作品 Hear Drops on my guitar 但泰勒斯聽到後還是不甘示弱 在下一張專輯又出現 Better than Revenge 直白表述出 Kamella就是一個婊子 硬是怼了兩個人回去 只是在好幾年後 兩人也是放下過去的愛恨情仇 Jo Jonas還親自到了 泰勒斯演唱會來看他表演 而泰勒斯也重新寫了一首 Holy Ground的懷念起 兩人曾經的過往 也算是將泰勒斯 進入到演藝圈第一段 戀情畫下不錯的句點 接下來是收復在 第三張專輯Speak Now 中的 Back to December 不同於其他寫給前男友 嗆辣的歌曲 Back to December 像是一封道歉信 像曾經的戀人坦承自己的錯誤 歌詞裡當中提到 我想念你古銅色的 肌膚和你迷人的笑容 直白的讓人聯想到 目光之城的那位狼人 Keylor Lockner 兩人是在2009年拍攝電影 情人節快樂 相識並相戀 但最後泰勒斯卻在 同年12月向他提出分手 對於這首歌 泰勒斯則是說到 有時候我們太晚學習到教訓 而我們也必須要 對初心的這一點道歉 Back to December 應該也是泰勒斯 生涯少數以道歉的口吻 來獻給前男友的歌曲 但在Speak Now 中 除了有狼人的身影外 我們還看到另一個 熟悉的名字 而且這次的提示 還非常的明顯 歌名就直接叫做 Dear John 不同於Back to December 的 樓情 寫給John的這首歌 牛肉味可以說是相當濃厚 那麼 Dear John 這邊的John到底是誰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 藍調才子 John Mayer 2009年時 John和Taylor 一同創造出的歌曲 Half of My Heart 並收入在John的第三張專輯中 之後更是通過這首歌 獲得到了葛萊梅醬 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 而當時也有不少謠言 兩人正在交往 只是都沒有得到證實 但在Dear John這首歌中 我們獲得到了答案 歌詞裡有提到 你不覺得我太年輕 不該被你玩弄嗎? 這是因為兩人年齡相差了12歲 其中還暗指John Mayer 就是一個花心男 當然這首歌讓John非常不爽 在2012年滾石的一場訪談中 他提到自己不應該被這樣對待 泰勒斯這樣做 真的是太糟糕了 而身為音樂人的他 當然也有寫出一首Pepidou來回擊 Pepidou雖然直翻是指娃娃的意思 但在英文中還有用來形容那些公主病 只有外表沒頭腦的女生 雖然本人並沒有直白偷偷出這首歌是寫給誰 但從歌詞的那句 You're like 22 girls in one 不難看出正直泰勒斯的那首22 而且有趣的事情是 在與泰勒斯分手後 John Mayer 便與他的死對頭 Cathy Perry交往了一陣子 而最近泰勒斯和水果姐 才剛上演了世紀大和解 也讓人期待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機會 再次看到這兩位曾經熱戀過的 創作才子 才女合作呢 接下來第四首歌 也是我今天最喜歡的一首 收入在2014年的1989中的Style 雖然泰勒斯後期的作品中 因為避免過多的爭議和麻煩 他就很少有明顯指出整首歌在指誰 多數還是以一個人為靈感 在混合許多自己的想法來創作 但這首以Style為名的歌曲 不免讓人想到紅遍全球的 男子音樂組合 一世代中的Harry Styles 兩人從2012年的10月在一起 並在隔年1月分開 除了Style外 這張專輯的Out of the Woods 中提到的項鍊 紙飛機 也讓許多人揣測這種歌 也是寫給Harry Styles 那按照剛剛的模式 同樣身為音樂人的Harry Styles 有沒有寫首歌回去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世代在2015年的這首Perfect 歌子都有提到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 能讓你寫分首歌的題材 那麼 我絕對是你的最佳選擇 所以這首歌到底是不是 Harry Styles的反擊呢 這邊就留給在看影片的 你們自行想像囉 此外一提 兩人現在的關係還不錯 都有各自的伴侶 在2021年的葛蘭梅獎上 是兩人相隔好幾年的同台 在幕後花絮裡 還可以看到兩個人 有說有笑的樣子 我只能說不管好幾年過去 They never go out of style 最後來到今天最後一首歌 從剛剛幾個例子來看 其實出道後的泰爾斯 多數的戀情都沒有持續太久 大多幾個月就結束了 當然泰爾斯與現任男友 Joe Alvin 交往至今已經超過4年 也不同於以往高調放閃 這兩個人幾乎都以低調形式 我們也能從2019年的Lover 中感受到充滿粉紅泡泡的天后 但在他去年發行的最新專輯 Folklore中的Peace 則是能聽到他對於戀愛觀的改變 從以往的轟轟烈烈 到現在的平淡沉穩 Peace是泰爾斯寫給現任男友 Joe的情歌也是感謝信 他提到在認識現在的男友後 他找到自己生活的步調 以及自己在感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不必在乎那些八卦媒體所編造的故事 更著重在如何找尋平凡 生活中那些屬於兩個人的美好事物 在專輯中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位共同填詞人 William 泰爾斯也表明 其實William就是他的男友Joe 兩人還共同創作出了Betty和Exile 也非常希望天后泰爾斯最後能與Joe 修成正過 這樣還真的死於舊 終於舊 最後可能很多人會看不慣泰爾斯 把前男友寫進歌曲的行為 但是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 畢竟音樂本就源自於生活 要有實際的感觸才能寫出動人的歌曲嘛 而且這步伐也是一種女力的展現 在泰爾斯的情歌當中 我們能看到的不只是一個 因為分手而大聲痛哭的女孩 同時也有勇於與過去道別 坦然傾訴自己不滿的酷女孩 他告訴著我們 女孩可以不用像 只會等待王子來拯救的公主 也可以成為自身擁有寶劍的女勇士 好那接著介紹一下這邊 其實還有蠻多前男友跟歌曲沒提到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幫我按讚分享給 也可以去留言那些 你覺得很好聽的分手歌曲 如果連你表現不錯的話 會有下節哦 雖然我每次都當作 但每次都表現不好 所以就沒下節了 呵?